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请导播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布林肯现在真的很急 他急件什么事呢 他急的就是我们为什么 甚至连都UNESCO 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我们都没有在里面呢 他居然说 We are not even at a table 你看他怎么说 呼吁国会吧 同意让我们缴交1.5亿美元的会员费 我们才能重新加入这个组织 如果美国持续缺席 就等于给了中国去制定 AI规则的机会啊 他到底是在急什么怕什么 中国现在在那里面 好像就真的让美国 已经是盲刺在背了 所以他愿意花钱 愿意缴会费了耶 赖老师 美国每年的会费 应该是8000万美元 这是根据国家的大小 国力的收入的多少 人均所得 还有人口数来去分配计算的 所以美国占有这个 联合国客家文组织的会费 他的比重应该是百分之22左右 所以每年8000万美元 那他已经欠了5年 欠了5年 所以如果到现在是第7年的话 5亿多 1亿5000万还不够 麻烦您一次缴清 不要又欠款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美国自己退出来的 那是在2017年的时候 川普时代 那川普因为不满意 柯家文组织同意巴勒斯坦 把他们的有一个地区 是在以色列控制下 那么去升移而升移成功了 那以色列愤怒 美国更加的愤怒 美国就退出来了 退出以后 那他就在柯家文组织 就没有发言权了 也没有参与的 当时柯家文组织 那么惨淡一片 连日本也是最大的一个会费的 日本都要退出来 后来是中国大陆进去 对 中国大陆把这个 他们的运作的这个经费 把它补足了 对 让他们能够运作 中国变成是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 一个sponsor 一个缴会费的 而且所以他维持了 这个柯家文组织的一个运作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由于AI 有很多的一个规则标准的制定 是要由这些机构来制定的 那尤其是你在全世界的 这些大学啦 学校啦 教科书啦等等的 那他的规则的制定 都是由这个联合国的 科教人组织来划定 美国发现 中国在AI的技术 已经超越美国 所以中国在AI的这个部分 他的话语权是越来越大了 因此在联合国的 科教人组织中 如果中国大陆来主导 整个规则的制定的话 美国将没有表达的意见的空间 布林肯现在着急了 想要回去 想要回去问题就在于 没有人反对你回来 但是你回来不要搅局 你回来不要当老大 因为这个世界 已经不在你是老大了 所以不要回来以后 你又要来主导一切 没这回事了 所以中国已经表明了 你回来不是你来主导 因为你如果要来主导 你就不要进来 是 毛宁的说法是 国际机构是开展 国际合作的平台 而不是地缘博弈的战场 如果美国为了平衡 限制中方影响重返教科文组织 只会让各界质疑 美国是换汤不换药 依然是把美国第一 置于国际公益之上 这是大陆方面所做的一个回应 只是现在布林肯就非常的焦急 因为看到的AI的技术 这里我补充一下 因为教科文组织在2020年9月 他发布了人工智慧伦理建议书草案 那包括了六个层面 人性尊严 基本人权以自由 不遗漏任何人 和谐共生 可信赖 还有环境保护 那细节啊 那当然美国不在里面嘛 那这个东西是建议书 那即将要进入联合国大会 那美国就在急着这个东西 卡在这个时机之前 急着这个东西要送到大会 然后他没有表达 没有表达他的看法 你不觉得整个羽翼跟大陆的羽翼很接近 我当然就是美国不在里面 对 可是如果美国在里面 可能就卡着出不来了 是 不过教科文组织 我表决美国一定输 TikTok呢 这个周壮兹CEO 他在3月23号出席了 美国国会的听证会 真的蛮长的 持续5个多小时 那讲了也很多话 但是他的发言呢 倒是频频被国会议员打断 然后BBC的报导呢 甚至还说国会 几乎都不许他发言 那我们看到其实呢 这个里面啊 很多的美国的国会议员 不分党派哦 民主党共和党 都有对他提出非常多的质疑 而且认为 封掉这个TikTok呢 确实是有道理的 比方说我们也看到呢 在这个里面啊 这个有 就是这一次他去报告 能源及商业委员会的这个主席 罗杰斯这位女性议员呢 他甚至还说 中国共产党是可以利用 TikTok作为操纵整个美国的工具哦 非常多的理由 来听听看亮哥 所以你怎么看这场听众会 不美国政府并没有要禁用啊 他是限制在联邦政府公立学校 各州不太一样啊 那他主要是要逼他卖给美国公民啊 这个 可是你要强制外资 售出他的资产啊 这个一定会引起官司啊 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想直接禁用啊 因为 因为使用者一亿四千万 那有很多人事实上在里面获得所得啊 我认为人数应该超过一百万人啊 那你如果像直接禁用 你也会引起官司啦 因为你禁用就要写理由嘛 那要出示证据嘛 不管哪一条路我认为都会引起官司啦 那就是说在官司期间 行政权是不是可以先落实 是这种问题啦 那我认为 要卖给美国的公民啊 我认为中国政府也会阻止 嗯 中国政府是啊 现在讲话啦 现在这个不就已经谈到吗 反对美国强制要求出售 否则会严重损害各国投资者富 对所以那个字节跳动本身啊 就是说那个他的老板啊 张一鸣啊他只是CEO嘛对不对 我认为他们也不会去违背中国政府 但他现在就变成夹在中间了 对 就卡住 对啊 怎么做抉择 就看拜登你要不要得罪选民嘛 因为使用者几乎都是年轻人居多啦 那白宫我也看到一堆示威的人士啊 他讲出各式各样的使用经验 那很多人就直接讲说 他现在每一个月就靠TikTok在生活 对 他真的有收入啦 那有一些甚至是老师 他说他用TikTok在当做教具 有各种利用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如果直接去禁用 事实上会引起极大的问题啦 对 那你等于是逼人家 用那个VPN去上TikTok是不是 自然我只要用VPN我照样可以上啊 那结果是在所谓的自由国家美国境内 然后必须要绕到中南美洲 然后再绕回来 是这样吗 加拿大也没有进啊 他们大部分都是进联邦政府啦 然后有公立学校啦 事实上公立学校我也看过 有一些人出来抗议 因为很多学生就觉得 他有那么重要吗 就是说他又不是周玉琴对不对 怎么会被监听啊监看啊 就只是一个大学生 他就觉得用听都非常方便 就这样 所以事实上很多人是认为 是美国的企业 比如说这个脸书啦 IG啦 在背后做Lobby啦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的可能性是蛮高的啦 所以他真正的目的就是 其实之前我们也谈过嘛 就是说你其实就是 你要逼着他去释出股权 然后把这个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一个美国的企业 是最考不过的了 对不对 变成美国公司 对 就变成TikTok 可是我认为 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他这样做 是啊 他也必须要顾虑中国政府的立场 是啊 因为抖音 他的最主要的使用还是在中国大陆嘛 对 因为我刚刚讲商务部已经表态了嘛 商务部的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出售或者是剥离 TikTok涉及技术出口的问题 得按中国的法律规定 并且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 其实这个等于是在帮他啦 就是说你美国政府你就对着我来吧 你不要对着他去 那你就不用去回应美国政府的话 事实上是我不准你卖 那你美国政府要禁你就禁嘛 是 因为禁就属于他的行政权 对 但要禁你可能又不敢 怕得罪选民 对 目前就是这样 对啊 然后一个新加坡人在这里 非常辛苦的讲了这么多的话 然后常常被打断 然后讲了呢 其实你们照样骂 还是照样要不达目的 不罢手不甘休 台风不错 台风稳健 所以这个很多人是同情他的 是 因为我看连BBC都在 说美国国会议员太过分了 是啊 哎 可是现在这个蔡委员 那个喊得很大声啊 布林肯不也讲吗 哎 依必须行动结束 TikTok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啊 好像想要在这件事情 再多施点力 有用吗 这个叫做公关比赛 基本上不可否认 这位周寿之先生 就是新加坡人 对 然后在新加坡出生 他并没有太多的中国关系 那在这个伦敦大学毕业 然后到了美国哈佛大学 念MBA 然后在高盛集团 担任很高的高管职务 一直到了协助小米上市了以后 去小米当了一段时间的 所谓的CFO 那现在转到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TikTok来当这个 美国这个公司 全球公司的这个CEO 这样一个特殊背景啊 他根本上就是一个 美国英国人 完全是英美系统长大的一个人 那所以他当然知道 怎么去做这种 给美国人看的公关 但即使他今天被 好像表面上被修理得很惨 可是高下立判为什么 那些美国国会议员 素质之差 现在连什么布林肯讲的话 也不像国务卿在讲话 布林肯少说好像血精力也不错 怎么面对这么一种 困难的环境底下 竟然还会这种 讲这种 品质这么低的话 都要怪中国 搞三一跟二五把他搞混了 又是中国的错 那所以你对这个 周壮之这位先生啊 他里面公关的表现出奇的好啊 跟连阿良哥都说表现得非常好 那你说你在美国媒体 看不出来吗 那个在那边 那个所谓影像上 如果再剪一剪放到TikTok上去 你在美国国业就很难混了 我跟你讲啊 有啊那个网友已经反映了 已经很反映了 已经说他们的美国的政客 怎么都像白痴一样 你就输得很惨嘛 他不一定说 好吧你真的可能会禁掉他 他即使被你禁掉之前 他表现这一局的话 那你就美国也输了吧 这是美国国业 我在搞不懂他们的干涉吧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他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